今天是我们禅修的第三天 昨天跟大家讲过戒律 我们修行之前要先持戒清净 还有讲了一些 还有讲四念处 佛陀教我们修四念处 我们一个人修内观的时候 就是修这个正念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需要持戒清净 持戒清净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遵守戒律 照着佛的戒条来做 佛说以戒律的基础 在这个戒律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修正念的修行法 也就是有四种正念修行法 就是所谓四念处 四念处就是 第一个是关身 关我们的身体 把正念 关照我们身体 巴历文叫做 叫做 叫做身念处 第二个是受念处 就是正念观我们的感受 受念处巴历文叫做 aaaa vaitana nubah sarga satipadala 第三个是心念处 第三个是心念处 4叫做� UP φά 時日 ved 的对象 叫做 这四种 深受心法 其实也就不外乎 我们的身心 意思就是我们正念 时时观照我们的身心 两方面的一些现象 在我们观照心的时候 佛陀开始说 当一个人 他心里有贪爱 生起来的时候 他要知道贪爱生起来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心里面起贪心的时候 我们要去观照他 要知道我们已经起贪心 然后要观照他 贪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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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观照 我们生气的这个心 正在生气的这个心 观照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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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觉得 懈怠的时候 我们要观照 懈怠懈懈怠懈怠 想要懒惰 想要偷懒的时候 我们要观照 懒惰懒懒懒懒懒懒 心里开始 暗昧不清了 心里开始 变黑暗了 我们要观 暗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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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胡思乱想 散乱的时候 我们要观 妄想 或者说散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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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如果我们在反省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观反省 反省 反省 这些一切心理现象 我们都要观到他停止 这样子 我才可以 要观到他停止为止 一切 的心理现象 我们要依照他自然的面貌 他真实 真正的样子去观他 我们 为什么我们必须来观这一切心理现象呢 因为 我们是为了要了解 心理现象的真实面貌 心理的真相 了解心理真相以后 我们才能够超越一切的烦恼 因为这一切烦恼的根源 都是来自 无明 所谓无明 就是不明白 身体 心理 他的真实现象 所以叫做无明 因为他不明白 身心的真相 所以把身心 误认为是我是一个自我 我在想 我在思考 我在反省 这是我的想法 我的念头 这个我 如果说 当这个我 对过去的事情 觉得不满意 不喜欢的时候 这时候 称恨心 这个称的烦恼 生起来了 当这个我 对过去的事情 觉得满意 喜欢 这时候他就开始 执着 贪爱 贪的烦恼 生起来 这些贪 忿 种种烦恼 都是起因于 这个自我 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真实的这一个人 有我这个众生 这种观念 那这种 人我众生的观念 起因于 无明 因为不明白 身心的真相 只要你还不明白 身心的真相 你就会认为 这是一个自我在那里 这是有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众生 这样子贪嗔 傲慢 种种烦恼 就生起来 然后这些烦恼 就是导致我们 受苦的原因 我们有种种苦恼 起因于烦恼 如果我们能够来 观照一切 身心的真实情况 我们一切心理 作用 我们一切的情绪 我们都一一 真实 照他的面貌 去观察他 我们这样 此时正念观照 我们心就越来 越定 我们心定力越来越深 当我们的定力 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能真正了解到 这一切只是 自然现象 只是心理的自然现象 我们就不认为说 这是有自我 有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众生 这时候我们只认识到说 我们只 我们就了解到说 这一切都是心理的自然现象而已 当我们修行更进一步的时候 定力越来越深 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 每一个心理现象 它都是 生起来 然后又消灭 生起来又消灭 我们看到 每一个心理现象 它的 生灭 生起消灭 生起消灭 这时候我们 看到它是 不断地在改变 不断生生灭灭 我们就不认为 心里 这个心是 永恒 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 看得很清楚 它是无常 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有 执着说是 一个 真实的人 是我 是众生的这些概念 没有这些 人我众生的 这种错误观念 就不会隐身 贪嗔 吃慢 与种种烦恼 也就是把 苦的原因 烦恼 消灭掉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过着真正安宁 自在 真正快乐的生活 而且当我们 很有正念 在观我们的 心理现象 观我们这些 心情 情绪 妄想 的时候 我们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 得在观的时候 我们的正念的力量 越来越强 然后能够超越这些 心情 心理妄想 这时候 妄想的力量 弱下去 渐渐它就会消失掉 等到它消失掉 我们再 我们就再回到 观我们 主要的 所 修行 所观的对象 就是我们腹部的 起伏 上下 相反的 如果说 这些妄想 起来的时候 这些 一些的 心情 我们的 这些心理 现象 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去 观它 不去观妄想 那这个妄想 这些情绪 它会继续存在 这样就影响我们 让我们定力 没办法进步 没办法深入 我们心 就不能定 如果我们心 常常不能定 常常会 常常散乱 常常跑出去 因为我们不去观它 让它 常常 处在散乱的情况 渐渐我们心 会觉得烦躁 不安 然后我们对修行 会 对自己的修行 会失望 因为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不勤于去观察 我们的妄念 不努力 观照我们的妄念 我们这一切 心理 一切情绪 所以导致我们修行 得不到好的结果 我们来 观照我们的心理现象 观照我们的妄念 有两个利益 第一个利益 就是让我们的定力 能够越来越深 因为我们 常常起正念观照 观到这个妄念 它自然停止为止 所以我们定力越来越深 第二个利益就是说 因为我们定力深 所以我们能够来了解 心理的真实现 的真相 了解了心理 它的真相之后 我们就不执着说是 人 我 众生 我们也就不起 贪嗔吃烦恼 然后我们能够过着 真正安乐自在的生活 然后我们就能够 挣到圣人的果位 总共有四个 四个阶层的果位 一直到四国阿罗汉 这些是我们这一生 能够办得到的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正确的方法 第二个是正确的精进 第三个是足够的时间 如果你具备这三个条件 你既有足够的时间来 修行 而且你又把握住正确方法 而且你又能够正确的 勇猛精进 让 让你的正面能够稳定 而且持续不断 除了睡觉以外 因为正面稳定持续不断 所以定力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强 有了这个定力 我们你就必然能够 觉悟到身心的真实现象 的真相 所以在这边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 当我们的心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觉察到这个心 要去观照它 初学的人 刚开始还不能够觉察到 妄想的心 这个胡思乱想 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练习 如果你常常练习 常常来观照 越来越锁练 你就能够很快的知道 妄想 知道胡思乱想的心 乃至于你能够 不遗漏掉任何一个妄想 只要一稍有妄想 来你马上觉察 马上观照 因为我们这个内观的训练 这是一种心的训练 训练我们的心 所以观照我们的心 比观照我们的身体还要重要 观照心的重要性 超过观照身体 如果我们不能来观 我们的心理 我们心就常常会胡思乱想 常常会散乱 如果能够观 然后观妄想 心渐渐就不会散乱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观妄想的时候 要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 来观 而且速度要稍微快 这样来观 因为当我们的心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们这个胡思乱想是相当有力 相当强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在胡思乱想 如果这个妄想的心 它不强 我们没办法知道 那这种相当强的妄想心 这种胡思乱想的这种情况 就必须靠我们 强有力的定的这个正念 来超越它 所以我们必须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的 这样子观它 而且稍微快 让我们的正念 观妄想的正念 持续相续 不间断 这样子我们 正念力就越来越强 就能够超出妄想的力量 比妄想力还要强 妄想它就会停止 但是如果我们慢慢观 而且很肤浅的 没有真正很深入的观妄想 我们是浮浮浅浅量观 我们这个正念力弱 就敌不过这个妄想 妄想还是持续妄想 我们就失去正念 所以人就会变得很不安 很烦躁 因此 任何妄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放过它 我们要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 很正确的去观它 而且速度要稍微快 让正念相续不断 我们观察妄念 胡思乱想的目的 我们观察它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让它停止 我们心里面不是存着 让它赶快停止 的这个念头 我们是要了解它的真相 我们要照它自然的面貌 真正的去了解它 但是我们正念强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停止 然后我们就回到 我们的主要目标 观察我们腹部的上下 或者说 有任何其他对象 有任何其他现象 升起来 我们就继续观 那个最明显的对象 比如说痛啊 麻或者其他 在这里 讲一段公案 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悟道之前 觉悟成道之前 在一个地方而已 有一条马路 通道市场的马路 有一个人他站在马路旁边 站在那里 没有事情 东张西望 在这里我们说 看他东张西望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一定不是修行人 不像是修行人 因为像各位修行人 各位一定是常常保持着正念 不会东张西望 不会眼睛到处乱看 一定是收射眼根 保持正念的 那这个人不是 他不是修行人 他眼睛一会儿看这边 一会儿看那边 结果他看到有一对夫妇 从前面慢慢走过来 这对夫妇 这个丈夫长得很英俊 这个妻子长得很美丽 结果这对夫妇 越走越近了 他一直看着他们 结果他渐渐的 他就对这个妻子 生起贪爱的念头 他生起一个念头想要 如果他能够跟这个 这个妻子一起生活 那将是很好的事情 他起这样的贪爱的时候 最初他并不觉察 他已经起贪心了 可是后来渐渐他发觉 他竟然生起贪爱的心 这是一个妄想的心 所以这时候他 他看到自己的贪心的时候 他自然就去观这个贪心 观这个贪爱贪爱贪爱 或者说想要想要想要 没有人教导他这样观 但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慧根生 他过去的这个慧根 算是利的人 所以他一看到自己的贪心 他就开始一直看这个贪心 一直观这个贪心 然后观到后来 他真正了解到说心的生灭 他看到这个贪心也是生生灭灭的 乃至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生灭 都是无常的 因为他是无常 所以他是苦 因为一直在生灭变化当中 没有暂停 所以他无常苦 所以不是人 不是一个人 不是我 不是众生 所以他这种观照的智慧 越来越深 一层接一层 深入 成所 他争到出国 乃至于进一步争二国 三国 四国 就是把烦恼都断尽了 断尽一切烦恼 争了四国 最最高的国位 他就是 过着 可以过着 安宁快乐生活 因为他已经不知着一切的人 一切的事 他这时候的成就 就是辟之佛的这种国位 就是所谓圆觉 或者说独觉 辟之佛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佛陀教化他 他没有接受到佛陀的任何教化 他自己观照自然现象 觉悟真理 结果断尽烦恼 了脱生死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人就成就 在这里引这个故事的意思 就是要说明说 任何妄想来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的去观照他 要觉察 然后要去努力的去观照他 照着前面所说的原则 在这里 发给大家每个人一本 黄颜色的小册子 这是关于内观修行法的指导要责 大家要仔细地来研读 要把它从头到尾全部研读完 而且要注意里面的每一个重点 按照每一个重点去实行 这样对大家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边讲到说佛陀开示 就是修正念训练 也就是修识念处 他有七种利益 第一种利益 就是说能够清净众生 也就是清净我们的烦恼 因为我们佛陀他就开示了 如果我们能够对 对于我们的 我们任何身心现象 我们都正念去关照他 这是众生能够得到清净的 唯一道路 唯一的方法 能够除掉一切烦恼 能够让众生过着安乐的生活 所以清净众生 也就是清净烦恼 这是第一个利益 第二个利益是超越忧愁 第三个利益是超越悲伤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如果说心里开始忧愁 忧愁的情绪产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失望 也不要觉得担心 我们尝试着就 关这个忧愁的心理 我们关忧愁 忧愁 忧愁 当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 这个忧愁它会渐渐淡薄乃至于消失 我们就不再忧愁 所以这是修止观的利益 但是佛陀他的用意 他是指说能够真正断除烦恼 所以究竟就完全没有忧愁 但是在我们究竟没有忧愁之前 我们烦恼虽然还没有断 但是我们因为在修止观的当下 就有这样的利益 忧愁它生起来 我们一关它 它就能够消失 所以也就是 我们就是暂时 我们就超越了这一段忧愁一样 第三个超越悲伤 也是同样意思 当一个人遭遇重大的变故 比如说亲人死亡 他内心非常的悲伤 如果是修行人 他就应该来观悲伤悲伤悲伤 提起正念一直观下去 渐渐的悲伤也会消失掉 他心情就恢复安宁 不再悲伤 当然在这边佛陀所指的是 究竟的超越 就是观一切身心现象 了解都是无常苦无我 除掉烦恼 就是究竟没有悲伤 究竟超越的悲伤 但是在我们究竟超越悲伤之前 我们修行的当下 我们正念观照的结果 也能够超越悲伤 第四个利益是去除痛苦 第五个利益是去除悲愁 悲伤 其实第四个利益就是 去除身体的痛 任何痛苦 我们身体 修行的时候 身体如果觉得酸或者痛 我们正念去关他 正念抢的时候 这个酸痛就会消失 就是可以把它去除 当然佛他的用意 是说 我们去除烦恼之后 不执着身体是自我 所以任何身体的痛苦来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担忧他 不会受他的影响 所以能够去除 这个身体的痛苦 第五 去除心理的悲伤 当我们 在静坐的时候 心理 产生悲伤的时候 我们正念去关他 也能够关到他 消灭掉 佛陀在这边指的是指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不会执着这些 心理悲伤这种愁苦 所以身心的痛苦 都可以去除掉 第六个是能够觉悟 觉悟到这个智慧 觉悟到悟道的智慧 因为能够去除烦恼 就能够正到这个觉悟 第七个是能够入涅槃 能够到辅涅槃的境界 去除一切的苦 我们修行正念 修行思念处的人 必定能够正悟到涅槃 在我们觉悟身心真相之后 去除烦恼 就能够正到涅槃 所以再重复讲一次 这七种利益 第一个利益就是能够清净众生 也就是清净众生的一切烦恼 第二个利益是超越忧愁 第三个利益是超越悲伤 第四个利益是超越身体的痛苦 第五个利益是超越心理的痛苦 第六个利益是能够觉悟到智慧 修道的智慧 第七个利益能够正悟涅槃 最后祝福大家 能够来修行精勤修行内观 来觉悟身心的真实面貌 真实现象 能够经由修思念处 一步一步达到这七种利益 乃至究竟正得离苦的捏盘 今天要跟大家解释 四念处当中的法念处 还有跟大家讲解 行禅 也就是精行走路修行的方法 这四念处我们已经讲过就是 身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 和法念处 这四念处里面 我们不应该选择 我们不应该选择 我只要观身体的现象 或者只要观感受 或者只要观其他一种 不关其他的三种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选择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因为当身体 任何 当我们身体的现象 特别明显的时候 我们的心马上会去了知 这个身体现象 马上会观察这个身体现象 当我们身 我们的感受 特别明显的时候 心就会来认知这个感受 会来观察这个感受 同样当我们心里面的念头 特别明显 我们的心就会来观察这个念头 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修行的时候 同时有两三个对象 发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觉得迷惘 要选择观哪一个比较好 比如说 当我们腹部的起伏上下 很明显 同时背部又觉得很痒 同时脚又觉得疼痛 这时候等于说 有三种现象同时发生 这三个现象里面 如果 脚 腿部的疼痛 比较明显 我们的心就会去 来观察 腿部的疼痛 心就会停留在腿部痛的这个地方 如果背部的痒 比其他 两个现象还要明显 心就会来注意背部的痒 如果腹部的起伏 比其他两个还要明显 心就会注意腹部的起伏 所以 如果你觉得腿痛 特别厉害的时候 你却故意要去观腹部上下 或者勉强要去观察背部的痒 你这时候没办法观察得很好 乃至于是不大可能 因为 这时候腿的痛 是比另外这两个 比腹部上下 比背部的痒还要特别明显 还要特别厉害 因此你的心一定是 被腿部的疼痛吸引住 所以 如果有两三个现象同时发生 我们不应该觉得迷惘 心他自然会去选择最明显的那个对象来观 就是心他会自动来做的事情 因此 虽然佛陀把正念的修行法分作四种 但是你不应该选择 不应该选择只观其中的部分 四种都需要观 在这边 今天要讲到这个法念处 包含很广 但是 并不多加解释 因为我们来修 匹伯舍那 内观的原则 是要我们 观察身心的真实现象 任何身心现象 产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照着他的自然现象 自然情况 如实的去观察他 所以在这里对法念处 并不多加解释 这个原则和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这边只举出 观五盖作为例子 作为法念处的例子 这五盖 在巴黎文的意思 叫做 是五种障碍 障碍修行的法 第一个是贪欲盖 第二个称慧盖 第三 昏沉盖 就是昏沉暖散 第四 吊悔盖 就是吊举 浮躁 还有后悔 第五 疑盖 就是内心怀疑 这五盖生起来的时候 能够障碍我们的修行 让我们修行不能进步 所以有任何 这五种障碍中任何一个产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正念来观察它 这五五种障碍也是属于心理现象的一部分 也是同样的原则来观察它 那当贪欲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观贪欲贪欲贪欲 我们任何感官的欲望生起来的时候 这都属于贪欲盖 我们可以观欲望欲望欲望或者贪心贪心 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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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观到这个欲望消失为止 再回来观腹部的上下 如果腹部的上下不很明显 我们就改换观坐的姿势 还有接触的感觉 观坐的姿势 不是要我们观身体的整个形状 在注解上讲到 所谓坐 我们坐的姿势包括上半身和下半身 上半身是直的 下半身是曲起来 腿是曲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观坐姿的时候 我们观上半身这一段 直的这一段就够了 我们上半身 能够保持挺直 是因为外在的风大 还有内在风大 保持平衡 所以这种风大平衡之后 支持住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能够坐姿 我们来观身体 上半身坐姿的姿势 就能够知道风大的作用 然后我们在内心做记号 内心做意念说做 然后身体 哪一个部分接触的感觉特别明显 我们就可以观那个 那种那个接触感觉 比如说臀部 坐在地上 臀部和地面的接触 这种接触感觉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观这个感觉 然后就拿到观触 所以 当我们观身体姿势 还有接触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观身体姿势 做 再观接触感觉 触 所以我们内心所做的意念就是 做 触 做 触 做 触 在腹部 起伏上下不明显的时候 就改观 做触 做和触 对于修行很有经验的人来说 他腹部上下很明显的时候 他也应该再加上这两个 呃 对象来观 也就是他观 四个对象 上 下 坐 触 腹部的上下 还有坐姿还有接触的感觉 四个对象 这四个对象 上下坐触 任何一个消失的时候 他 就观剩下的三个 剩下还有 几个 就观剩下的几个 因为 如果我们只观腹部的上下 当腹部上下不明显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容易跑掉 很容易去想其他事情 胡思乱想 因为心没有工作可以做 他一空闲 他就往外跑 所以 再加上 坐触 这样子 四个对象在观 心有工作可以做 他就不会 到处乱跑 到处 胡思乱想 这 上下 坐触 上下 坐触 四个对象 必须持续 穩定的 继续 这样子观察下去 这样子我们的心 就会一直专注在 所缘的这些对象 定力就会越来越深 同样道理 第二种 障碍 称慧 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观察 称慧称慧称慧 或者说 生气生气生气 一直观到 这种 生气的情绪 停止为止 在阿彼达摩论 在论帐里面 讲到说 我们不高兴 不满意的 这种感受 也是属于 称慧盖 所以说 当我们心里 觉得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 也要来观照他 这是观称慧盖 我们要观 不高兴 不高兴 当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要观 不满 不满 一直到他停止为止 第三个 昏沉难堕 这昏沉难堕 这是每一个修行人 他的老朋友 每个人都喜欢他们 我们 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如果我们 观照的力量 弱下去的时候 或者我们 用正念 用的不够 观的不够正念 这时候 昏沉 或者难堕 就来了 这个 当我们觉得昏沉的时候 我们要观 昏沉 昏沉 要提起正念 很有精神的 来观 这个昏沉的情况 或者想睡想睡想睡 或者磕睡磕睡磕睡 关的不够努力 这个老朋友就 与你同在 因为你喜欢他 而且有时候 觉得在打瞌睡的时候 我们还觉得愉快 有愉快 他知道你喜欢他 所以他就不走 结果你就睡着了 我们来观昏沉的时候 必须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 要观得很正确 这样子 一直清楚分明 一直去观照 这样子昏沉 才能够去除 我们不要和 昏沉妥协 不然的话 常常就会打瞌睡 会变成习惯 佛陀教导 对治昏沉的方法 有七个方法 在这里并不打算全部讲 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佛陀教我们 昏沉来的时候 可以用力 扭耳朵 扭我们的耳朵 提起我们的精神 要用力的扭扯耳朵 这样子 在缅甸 缅甸一些 很多人都很喜欢修行 有时候 一些女孩子 她们只有十五岁十六岁 她们就很喜欢修行 她们就很努力 要追求 要正道 圣道圣果 所以她们修行起来非常精进 睡觉时间少 所以当然很自然的 有时候静坐的时候 就会打瞌睡 昏沉 她们对于自己这种昏沉的情况 不满意 因为昏沉阻碍她们的进步 所以有时候她们就 面对着墙壁 或者面对着柱子 来静坐 她们的头 距离墙壁或者柱子 三寸左右 当昏沉来的时候 打瞌睡的时候 一厉害她们的头就撞到 撞墙或者撞到柱子 就提醒她们 她们马上知道昏沉了 她们就站起来精醒 站起来走路修行 所以就回复到正念了 回复到继续有精神 这样来修行 这是一个好方法 大家不妨可以 考虑来采用 照佛陀讲的方法 用力来扭扯两边的耳朵 用力扭扯耳朵 能够让我们的心清醒 能够提起正面 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 试试看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起来走路 走路的时候我们 精神就会比较好 走路修行 再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内心做光明想 内心想像 心中有光明 然后观这个光明 观说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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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能够让心清醒起来 提起正念 以后有机会 也许能够 跟大家介绍这七种方法 接着 第四种障碍是 调毁 调毁盖 调局和后悔 这个调局 是初学者常常会有的毛病 当一个修行人 他心没办法好好的来观 主要的对象 没办法好好观 腹部上下的时候 心就容易分散 容易胡思乱想 容易失神 乃至于会 浮躁不安 这时候必须要观 这时候的心理状态 要提起正念来观 观妄想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修行要得到 定力要越来越深的话 我们要勤于观我们的妄想 这样心才能够一直保持正念 定力才能越来越深 这是最重要的 观妄想的时候 我们要很有正念 很有精神 而且要观得稍微快 连续不断 这样一直观下去 这样我们正念相续 不久 妄想就会停止 除非你能够超越 这一关 这个妄想 这一关 不然的话 进步就会受到障碍 很难有好的进步 接着说 后悔 后悔 我们也要努力来观 有正念来观 我们当后悔的心 升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里后悔 我们不去观观察它 心就一直回到过去的事情 在那边忏悔 后悔过去的事情 这样就没办法修行 所以必须提起正念 一直关 关这个后悔 后悔 后悔 关到这个后悔的情绪 停止 然后才回到我们 主要观的腹部上下 或者坐处 这些心理现象 也都是无常的 我们来观这些心理现象的目的 就是要了解 它的真实现象 它的真实性质 我们努力去观它的话 会发现 它们都是无常 无我的 第五个是宜盖 怀疑 任何的怀疑 我们都必须要观 有时候 甚至我们修行的时候 我们会 打坐的时候 会想到说 我这时候是起来 精神好呢 还是继续静坐好呢 这个也是怀 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观 因为这也是一种障碍 我们就观 华语 华语 一直到 这个华语的心 停止 这样子 观五盖 就属于佛陀所开示 法念处的范围 在此之外 法念处还包括 太多的 一切 包括五运 这五运 就是我们的身心 又叫做五曲运 因为我们 这是我们执着 的 五 五大集团 就是色 色 受想行事 我们修行的时候 有这五运 任何一运的作用 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去观它 其实这五运 其实这五运就是我们身心的现象 不外乎我们身体和心体的现象 其中 第一个 射运 就是我们身体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 观腹部的起伏 上下 我们在走路 驚行的时候 观脚部的任何一个移动 乃至于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的身手 驱手 任何一个动作 这些都是属于射运 是身体的现象 第二个 受运 就是观我们的一切感受 我们觉得痛 痒 麻 痠 或者快乐 舒服 这一切感受 都需要观 我们来 来观 这一切感受的目的也是一样 我们要了知它的真实本质 第三个 是想运 我们任何想象的时候 我们要必须要来观 第四个 行运 这个行运 可以说包括很广 这 所有心理作用 除了感受和想象 就是 除了受运和想运之外 的所有心理现象 都包括在行运里面 我们感觉到 感觉到 生气 或者感觉到 欲望 或者 很多心理作用 精进 分尘 种种其他的 都是属于行运 也是我们必须要观 第五个 世运 就是我们认知的作用 认知对象 我们能够知道 心里能够了知认知的这种作用 修行人 修行到 渐渐修行到高层次 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 有时候 所观的对象都不见了 没有任何身 身体 部分可以观到 身体全部空掉 这时候只有 心理认知的作用在那边 所以这时候他要观 知知知 或者说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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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是在 在观这个认知的 这个 世运 认知的心 在这里 讲的是理论 但是 最重要的 我们要去实行 实行所得到的知识 才是 切实可靠的 比我们只知道理论还好 所以大家要 按照著 所讲的去做 这里 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走路 精醒的重要性 走路修行 它的对象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所观的对象 比在静坐的时候 还更明显 我们静坐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所观的 这个境界啊 所观的对象 开始不明显 不容易关到 但是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 举角也好 跨角也好 落角也好 乃至 脚接触地面 脚压 压在地面 每一个动作都 非常明显 很容易关到 所以 佛陀说 精醒的时候 更容易得到定力 而且这个定力 会是相当的稳固 所以大家必须 好好精进地 来精醒 到这里 录音带没有了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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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